2024年2月18日,星期日,龙历正月初九,每日资讯简报。 加拿大新闻 1.多伦多市长邹智慧首个预算案在市议会通过,其中包括多伦多地税增加9.5%的提案。 同时,自由党将之前被称为气候行动激励支付的碳税返还福利金,改名为加拿大碳税退款,为安省居民提供更多的退税补贴,每家领1,120元。 二,在安大略省欧沙瓦市,老年居民海兰·海敦分享了一起上门推销的经历。 有人声称,如果他安装了新的暖通空调设备,可以获得政府的回扣并降低每月账单,但最终导致老年人面临意外账单。 此类推销活动引发了社区的关注。 三,由于与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相关的借贷成本降低,吸引了更多买家重返市场,导致上个月,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销售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激增37%,然而市场逐渐收紧的迹象也开始显现。 四,B&N, Bloomberg和Rates.com的市场调查显示,60%的加拿大房主担心今年的抵押贷款续签。 这反映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房主对于未来抵押利率的不确定性和涨幅的担忧。 五,位于Saint Lawrence Market附近的一处稀有镇屋,在圣诞假期结束前并未引起过多关注,直到两名买家提出下了offer。 最终,卖家接受了一份出价,成交价为110万美元。 这反映了市场在特定区域的动静变化。 中国新闻 一,春节假期接近尾声,旅游市场呈现史上最火爆的景象。 国内油预定量已大幅超越2019年同期,而出镜油更创下近四年的峰值,预定量同比大增近十倍。 这一数字反映了人们对旅游的强烈愿望和对疫情逐渐缓解的信心。 二,电影市场迎来了春节档的辉煌中章,截至目前,2024春节档票房已突破80亿,影总人次达到1.62亿,总场次达到383.6万,全面刷新春节档影史新记录。 各大影片共同贡献了这一令人瞩目的成绩。 三,公安部交管局发布提醒,预计至元宵节,自驾返程车流将持续保持高位。 提醒驾车返程的市民注意交通安全,错峰出行,确保回家路上的安全畅通。 四,12306回应返程车票买不到的问题,表示车库的列车几乎都在运行中,很难在临时加开列车。 提醒乘客尽早规划返程计划,以免影响行程。 五,截至17日21时,海南预计输运带出岛车辆,需时7小时以上。 与此同时,三亚部分返程票价回落至3000元档,为返程市民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便利。 六,2024年全年工作日增至251天,比去年多两天,导致截后第一周部分地区要上六天班。 这一调整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需要适应新的工作安排。 七,运动员复员会在长白山遭遇司机勒索事件。 据官方通报,司机非法运营将面临3万元的罚款。 此事件引发了对运动员安全出行的关注。 八,在重庆永川区购新房将享受政策优惠,包括全额补贴契税和新市民购房可在享最多1万元的安家补贴。 这一政策旨在促进新居民的安居乐业。 九,国际金价近日持续下跌,然而国内金店的售价仍坚停在600元每克以上。 部分金店推出优惠,下跌至530元每克,为购买者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十,国台办回应大陆两名渔民遇难事件,强烈否认所谓禁止,限制水域存在。 表示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同时强调两岸应共同努力维护渔民的生命安全。 国际新闻 一,日本成功发射新一代主力运载火箭H3火箭试验2号。 这一成功的发射标志着日本航天技术的新进展,为未来的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础。 二,美国计划为英特尔提供超百亿美元的补贴,以引导半导体制造业回归。 这一举措旨在提升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地位。 三,特朗普因夸大其净资产构成欺诈,被法院处以超过3.5亿美元的罚款。 特朗普表示将上诉。 与此同时,80多名美国议员联名要求拜登接受认知测试,引发了社会对领导人健康问题的关切。 四,野门胡塞武装宣称,在鸿海袭击了一艘英国邮轮。 为维护航运安全,欧盟计划于2月19日启动鸿海护航行动,该行动计划持续一年。 五,美国计划向以色列提供数千万美元的武器援助,包括精确制导弹药等。 同时,欧洲八国将帮助乌克兰生产无人系统,为乌克兰提升国防能力提供支持。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2024年2月17日,新加坡即将迎来亚洲最大的航空展,标志着新加坡航空展自COVID入境限制措施解除以来的首次盛大亮相。 随着亚洲地区旅行逐渐恢复,此次航展将成为军事和民用航空领域的聚焦点,各种防御系统亮相,军火交易引起广泛关注。 然而,民用航空面临着供应链问题和宏观经济逆风的考验,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航空市场。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将武器系统置于聚光灯下。 在新加坡航展上,中国商飞首次在中国境外展示按照国际试航标准自行制造的C919宅体客机。 尽管C919目前只有四架在中国投入使用,且依赖国际供应链,但业内人士认为,参展者将关注中国商飞是否能成为空客和波音的可行替代选项。 新加坡航展将展示空客和中国商飞的飞机,而波音今年将缺席。 波音最近发生的737MAX9的安全事故引起关注,这是公司五年来的第二次安全危机,将使其在国际航展上首次重大露面。 新加坡航展不仅关注商业方面,还将邀请业界代表讨论航空业的环境影响,并公布新加坡航空部门的可持续计划。 全球航空业已同意在2030年前每年降低碳排放5%,亚太地区被世卫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驱动力。 随着地区防务预算增加,台湾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加剧,新加坡航展将展示各种武器系统,包括高端防空系统、导弹拦截系统和情间针平台。 六支空军将进行飞行表演,包括美国、印度和韩国。 新加坡航展成为展示和探讨航空技术、防务体系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吸引着全球业界和观众的目光。 二、2024年2月17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拜登政府计划发布一项,旨在限制中国等对手国家获取美国公民大规模个人信息的行政命令。 此次行政命令将主要聚焦于那些被称为数据经济商的公司,这些公司已成批处理,出售或转让美国个人信息为业务特色。 目前,尽管存在大量商业行为涉及批量出售个人信息,但美国尚未在联邦层面上颁布相关法律来保护这方面的隐私。 根据彭博社的首次报道,这项行政命令的起草和相关规定将由美国司法部牵头与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共同合作。 此局旨在填补美国在技术控制方面的空白,使政府更好地了解哪些数据可能大规模传输到中国等关注国家。 拟定该行政命令的讨论会议上,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贸易政策部门副主任奈杰尔·科里·奈州·科瑞表示, 该行政命令的目标是防止美国人的敏感个人信息通过合法商业渠道流向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家。 科里指出,外国对手,尤其是中国,可能利用威胁或迫使公司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数据, 而中国并没有法律保护针对政府获取数据的规定。 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要求国内组织和个人在国家安全机构的调查中提供支持。 特料洛表示,过去十年中发生的大规模网络行动, 和数据泄露事件,让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OPM、安森、联合航空等公司的大量个人数据可能最终落入中国政府手中。 此次行政命令将关注数据经纪商和其他参与敏感数据传输的机构, 包括医疗、基因组、地理定位和金融服务领域的敏感数据。 数据经纪商在美国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过采集、整理和分析个人信息, 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与消费者无直接关系的第三方。 但美国联邦层面尚未对这类数据传输活动颁布全国性的隐私权益保护法律。 行政命令的目标是降低对美国科技行业的负担, 但美国在国家层面上缺乏对个人数据隐私的法律保护, 因此该命令被视为一种权宜之计。 该命令可能对数据经纪商提出更高的披露透明度要求, 以降低外国实体获取美国人信息的风险。 尽管新行政命令旨在限制中国等对手国家获取美国敏感数据, 但对TICTAC在美运营的影响预计有限。 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尤其是TICTAC侵犯美国用户数据隐私问题的担忧仍然存在。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见!